玉璃天主堂刘一峰神父 成立了爱心农场 为弱势创造了就业的机会 爱心农场土鸡蛋没有打广告 透过大家口耳相传广受好评 也吸引了不少人来购买 玉璃天主堂刘一峰神父 成立的爱心农场 为弱势创造就业机会 爱心农场土鸡蛋没有打广告 透过大家口耳相传广受好评 吸引了不少人来购买 因为我们这边有不少的 有参加首次 我们也希望用这个工作团体生活 也好想把他们的逐年还给他们 所以他们觉得他们成为真的有用的人 农场里面大家守住自己的岗位 有些人擦拭鸡蛋 也有些人去包装鸡蛋 接下来的布可开交 很简单之后会用擦拭的方式 把蛋弄干净 然后保存会比较久 玉璃天主堂刘一峰神父 关怀弱势 在2019年的时候成立了爱心农场 让弱势协助饲养蛋鸡 并且种植有机蔬菜贩售 爱心农场土鸡蛋虽然没有打广告 但是口碑相传 很收好评 除了爱心农场 早在2014年就成立了刘一峰神父 天涯若比临文化艺术基金会 并在2017年成立布列塔尼二手布衣馆 其中二手布衣馆利用回收衣物 制作新的背包 定钱包 帽子等商品 让二手布衣 再装 记者沟通说明镇采访报导 像蛋